跟着台东监狱人员的脚步 酒驾出饭者走进昔日台东看守所内 来一场震撼教育 监狱人员仔细解说 金属手铐就挂在防射旁 而防射内部空间狭小闷热 看守所内更是仅有一个篮球场 大的户外活动空间 台下酒驾者专心聆听 监理站镇长的解说 为了吓阻酒驾 二十五名酒驾者 进行六小时的盗案讲习 由于台东去年酒驾案件增多 透过酒驾者亲身体验监狱设施 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酒驾比例占全国各监狱里面 是我们台东监狱目前 所占的比例是最高 目前以今天来算的话 大概将近百分之二十三趴 那我们里面都有一连串的 酒精成瘾的一个课程 这样啊 你在拍什么东西啊 大哥你是有喝酒吗 根据统计近五年来 酒驾肇事案例多 台北建立所与板桥殡仪馆合作 安排酒驾累贩者参访 殡仪馆停时间 并在仿真灵堂上课 就是希望成功嚇阻民众 酒驾累贩率可以再降低 记者徐一路 黄云翰 泰东报导